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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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等下我们叫我们的特派导游带你去 不过你之前有带过小朋友去日本了是吗 有 有带过一次 不过那时候只是大女儿 她那个时候才一岁半 你的体验怎么样 那时候我就很担心 因为第一次我第一个孩子 第一次出门 那我就比较大胆了 OK Let's go Japan 我们去日本 结果 她竟然去到那边 她不要坐推车了 结果我全程爆 一岁半那个孩子爆我 每一天要走多少个公里 现在我觉得你带三个去你会管不住 我觉得这三个的话 我只有一辆推车 三个要抢着他追车 是 说真的 你讲到推车 真的是Kids friendly的国家 就对推车就特别细心对不对 对 你必须选一个地方就是 你不管那推车推到哪里 你可以不用刚 就是你要上下都是有那个 Tram Tram 对 对 让你就是很流程很舒服的 然后还有就是厕所 我跟你说真的 这句话很老套 可是是真的 你看一个国家的文化 就要看他的厕所 日本的洗手间 就是有小朋友的那个座椅的 对 很方便的 你就不用担心说 我的牌子要放哪里 对 尤其是妈妈 你知道都已经很忙了 还要带小朋友进去 然后不知道放哪里 以前如果是不方便的地方 我就是放在那个 宝贝带 对 然后就想上厕所了 是 但是去到Kids Friendly的国家的话 你这完全不需要操心 所有的厕所都很齐全 是 然后他的那个家庭的房间又大 对 所以你说日本人做细节的东西 他们细节照顾得很好 是 这是我们要多学习的 好 那就是小朋友的愿望 现在就要让他实现 我们先来完成一下这个愿望 阿里斯教给你 这是 北极熊 你们想看动物 那来北海盗 一定要去圆山动物园 今天就让Ozawa-san给我们带路吧 Ozawa-san 阿里斯さん こんにちは 今私がいるのは大人気の北極熊館の前です 丸山动物园には他にも可愛い動物だったり珍しい動物 沢山いるので紹介していきますね 阿里斯さん 阿里斯さん 今から3年前にオープンした北極熊館の特徴が 見てこの日本国内最長の水準トンネル 阿里斯さん 冬は雪に包まれる北海道ならではの天地動物が 北極熊 北極熊は北極熊の寒い地域に住んでいる大型の肉食動物で 熊類としては最大級 なんと大人で体重約800キログラム 体重約2.5メートルに達することもあるんだよ 見てみましょう 北極熊の熊掌を踏んでいるのに 超級近距離接触 私たちの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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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 伊万さんの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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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自然してきましたが RX 野農の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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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子だ ヘイ旦にとっても大人にとって遊ぶ 避兄にとっては好きどうですか 你很可爱 那个是什么 我等一下跟你讲那个是什么 很可爱 应该不是小孩子喜欢而已 我觉得大人你会很喜欢吧 我刚才看你的表情应该是 所以你刚才还想说 怎么可能有婆娜杯 所以就是有巨原山动物园 而且整个好壮观 动物园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地方 现在我的孩子 9岁那个他已经大了 所以每一次到一个动物面前 我都要他读 他会有那个标准的 就是认识他所有跟这只动物 叫什么名字 就是让他读 而且每次到动物园 或者是去观光哪里 他都会有一个那个 标准 标准 那个标准 给他们自己带路 我不带 就是我们要走哪里 Linice 你说 好好 这个妈妈 你刚才看到一个动物尖叫 我现在就把那个动物送给你 很可爱 谢谢 你看 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去动物园 最后的最终 一定就是要去贡献店 把这些软件 他们看过的那些软件 都要带回家 是 你看到这个就是小熊猫 也是小猫熊 很可爱 对不对 刚才那一只 我可以带回家吗 送给你的 真的 送给你跟孩子 你跟你孩子抢 这个 回到去 本来还想说 回到去就不是我的 先抱一下 三只 一人一只 所以他们都是很喜欢动物的 对 我的大的 尤其是大的 你知道我家其实很靠近动物园 对 然后我的 国家动物园 在疫情之前 就是常常就会带他去 他每次就是一个月 大概会去两三次 两三次 也太多了吧 就是好像 就好像我们去公园散步这样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是 去到延山动物园的话 以前一开始 以前一开始就是 可能我会陪着去 到后期真的是 只是爸爸带他去 他就很自在了 好 那接下来这个点 我相信你的孩子 也会非常喜欢 也是跟动物有关的 交给你了 Iris 我要带你们去的就是牧场了 牧场永远都是亲子旅游的 最佳好去处哦 北海道的畜牧业发达 牛奶生产量是全日本第一 也因此北海道的牛奶和甜品 都很有名哦 北海道近郊慧亭市的村上牧场 是北海道最受欢迎的牧场之一 走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有什么好玩的吧 去农场就是 对 让小孩子真的是很近距离 去接触这些动物 这头牛也太大了吧 Murakami-san 这头牛有多重啊 750公斤 相当于十个男人那么重 这头牛也太大了 对 这种白和黄的模样是 Holstein 但在日本的牛肉 有99%的Holstein Holstein 它是非常强烈的 它是平均地活动的 零下二十度啊 牛牛好厉害啊 Murakami-san 现在就请您给Celestia和Claris 示范一下怎么挤牛奶吧 你觉得你女儿敢吗 不敢 这就是纯上的新鲜北海道牛奶啦 加牛奶进行加工后 就会变成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冰淇淋了 因这个雪糕似 我觉得一定要吃的 这冰淇淋是用村上牧场 百分之百的新鲜牛奶制成的 简直就是极品 顺道一提啊 牛奶会因为季节和饲料的不同 在味道上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其中的滋味就等你们自己来品尝了 你好 可惜我们只能看 是 没事 之后你就可以计划家里去 或者是春天 带小朋友出门 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季节 应该就是偏凉一点的天气 偏凉 但是不能太冷 因为我自己本身怕冷 我冷我就很辛苦 然后我又要照顾孩子的话 我就很压力 然后我觉得女生冷去一个国家的话 可能有一点小负担的原因是 当你喜欢买的时候 你会需要连接 然后如果你穿着厚重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小压力 说真的 如果是带小孩子去旅行的话 我很少会把购买放在我的标志 你没有办法购买的 是吗 没有办法专心的 是吗 所以女人的购买旅行 必须是自己一个单身旅行 我觉得我必须要反驳你这一点 因为我刚去年去北海道的那一个旅行 就是又必须要带家人 然后又可以买到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你的家人有小孩吗 有 两个 好 那是因为你硬硬要去吗 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 刚刚小朋友有讲到 你要去购买吗 所以我知道你有一个心愿 想要去的这个旅行 可能要你写下来 去日本的话 应该要去他们的菜市场 Iris 我们要去什么市场呢 日本的市场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但是要逛市场 当然就要逛当地人 常去买日常食材的市场了 韩馆自游市场的名气 虽然没有招式大 但是这里的海鲜更加新鲜 物价也更便宜哦 这里除了有新鲜海产 还有蔬果和甘粮等等 最重要的是 这里非常靠近韩馆站 很容易就到达哦 带你们去自由市场内的一家餐厅 市场亭 在市场亭点餐了之后呢 老板就会像现在这样 直接走到市场 跟小贩买食材 整个市场就是老板的冰箱 哇 看起来都好新鲜啊 扇贝仙虾海胆冻完成 吃饭了 这个是一定要去的啦 对 你去到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去他们的楼口 对 这个想法是只有 比较淑女一点 才会感受的 说真的 好 听叫淑女 就年轻的时候都不会啊 可能你就吃个喝 可是我们就会 比较去楼跟梗了 就非常的赞这样子 现在不是小孩子 想要去了 是妈妈要去了 现在 如果是小朋友需要去 会不会是一些活动类的 你会很想要try 比如说 让他们进行一些学习啊 就是让他们着手做一些什么啊 他们都是喜欢做一些手工 手工 就玩一些 然后做出来了 又可以带回家那种 就有一个纪念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让你和小朋友 一起来体验的 做手工 没问题 岩手县圣刚市啊 有一个地方叫 圣刚手工艺村的地方 我啊 这一次就请 Shizuka-chan 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我现在在森岡市的玄関口 森岡駅前面 森岡駅是北海道的 高速鉄道 北海道新幹線的停车駅 最新的列车 是非常快乐的 列车旅是人气的 那我们先去森岡手工艺村 那我们先去森岡手工艺村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 这边一共有14间传统工房 主要就是为了保留 日本很多传统的手工艺 每当旅客来这边学做手工 也就顺务地把这些传统工艺 延续下去了 当然 走吧 你们有没有听过圣钢冷面啊 在岩手的这一家 Pyong Pyong社 把这个韩式冷面改良为一道 有名的家庭料理 西塚家长 冷面制作挑战 你有没有信心啊 你跟家里有个小朋友一起烹肉吧 就给他们串串看 我们喜欢搓面粉的 最喜欢就是搓面粉 是吗 然后搓一张手搓 然后就丢给我 剩下我第一个人在那边 这样子按 按 这样 你看 还是有机器 你看它的那个机器 细子杆酱的手艺很不错 这个冷面有独特的色泽 配上清甜的汤底 感觉就很美味 现场做面 现场吃 我真的没有吃过 太棒了 佩选 冷面制作看起来并不难 Celestia和Claris一定很容易上手的 除了冷面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让你小朋友体验 我觉得他们也会很爱的 我们来看这个 什么 接下来 我们要挑战于传统工艺 请看这里 有颜色的模型 谁把木马弄得那么可爱 大家知道吗 岩手县从很久以前 就是马儿的重要产地 这里的人对马儿都是很真爱的 Sizuka-chan 开始似的体验吧 那我们要挑战于传统工艺 我们要挑战于传统工艺 小森尼 请请请请请 她们最喜欢这种只是decorate 对 甜你喜欢的颜色 这么颜色 你看就算是这么小一只马 它有这么多细节 它的那个毛 变 颜色 我的大女儿是很喜欢色彩的 Celestia 它会把整只整匹马化成unicorn 帮小木马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 再画上眼睛 再帮小马戴上各种配饰 感觉好好玩 你觉得小朋友去到会很开心吗 疯掉 疯掉对吗 你整个箱子结果不是你的战略品 都是手工艺品带回来 我在想要怎么带 它又不是很重 应该是很轻 我觉得你的灵魂已经去到那边了 你的精神的灵魂 我们有时候还要计算费 对 所以妈妈是很伟大的 我觉得在这部分 什么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 到最后是自己的问题 对 谁解决我 这样如果直接去户外玩 会不会更方便 假设因为我知道妈妈 爸爸 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去放电 你知道户外还是比较放电 给他们耗完一天的精神 对 回到 hotel 马上睡 就是消耗他们的那个 energy 会吗 会 肯定 就是玩到累累 晚上要睡 就是一觉到天亮 不用来吃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一下你的女儿的心愿 这个地方就可以给她好好的放电 而且你一直觉得怎么可能 对不对 这个活动就真的有可能 我们把它交给Iris 彩苹果 对日本熟悉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日本东北青森县盛产苹果 青森县除了富士苹果以外 还出产了土奇苹果 鹿澳苹果 还有金星苹果 每一种苹果的滋味跟口感都不一样 这样子的采苹果的任务 当然是交给我们的苹果女孩 Toki-chan Ailisさん こんにちは 青森县盛产苹果のことなら 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 好 今日やって来たのは 津軽有名リンゴファームです ご案内いただくのは平井さん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金青森苹果农场 占地6.5公尺 超级大的 金青森苹果农场的水果品种繁多 夏天有樱桃 蓝莓 桃子 而秋天就是苹果的季节了 给你们一个提示 想要看到满满的苹果园的话 9月到11月是黄金时期 好 着きました これが津軽になります 好多苹果 一杯になってますね どうぞ 良かったら取ってください 你看 几漂亮 你看 就是 你可以先採柴 然后吃 一杯 一定很甜 超好吃 哇 又香又脆 佩玄 这个就是孩子们会喜欢的口味啦 こちら 津軽 ゆめりんごファームで作ったりんごジャムなんです 美味しそうでしょ よかったらつけて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いいですか はい うん Tokiちゃん吃的苹果醬 是用Bramley品种的青苹果制成的 佩玄 你也可以让孩子们来体验制作 苹果醬还有苹果派哦 期待在日本见到你们啦 好 新鲜的苹果 非常好吃 大家一定要吃看看 真的 你看 这个才是真正的苹果汁 我没有看过这颜色的苹果汁 是吗 我现在就让你看一下 我们现场有准备了苹果汁给你 我们这里的苹果汁是什么颜色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 今天真的很幸运 来 谢谢你 试试看 为什么它还可以保留这样的颜色 问得好 谢谢 好喝 就纯苹果的味道 真的 我要买一场回家 你到时候自己飞去东北或北海道 青森县 青森县是日本第一苹果王国 有这样子的玉玉 对 所以你看 你经过这个节目之后 你会发现你内心的声音都浮现 因为其实妈妈 内心突然间有很多欲望 对 就是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那个 我要带什么回来 你把我沉睡的欲望突然间畸醒 所以会吗 会是你下一个地区吗 会 你看了这么多 你最想要去哪 体验哪一个部分 最想要 每一个 好像没有一个想要失去 是吗 每一个都想去 是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可以成为 你的一个地区了 就是你下次 我不用计划了 就带给你们 那个名单 就是已经是 不用不用计划了 好 我预祝你的日本 北海道跟东北之旅 成功 谢谢 有赞助吗 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 但是因为孩子 我才会想要去旅行 因为我希望他们可以有多一点的见识 去旅行的话 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体验 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文化 然后让他们看看世界 多么的精彩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 我们去进行一些活动 可能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新鲜感 那如果出外旅行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兴奋 然后什么东西都很新鲜 当然他们的那个 involvement 就是他们那个心情 他们的回忆 他们会有对那个事件 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可以让他们了解知道 很多事情 很多东西的那个 做出来的一个过程 不是他们想象中这么容易 然后让他们学会珍惜 他们现在拥有的东西